大家好 我是Philip 最近在不同的活動場合 都會見到ATOMOS和正成的同事 亦都見到E-Sense的同事 他們跟我聊天 即是說 你現在有沒有用ATOMOS的產品 或者你對這產品有什麼意見 都會問我 亦都是希望 不如介紹給大家看看 究竟在現在這個時代 ATOMOS處於什麼定位 它的產品有什麼好處 以及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用ATOMOS這麼多年來的記憶 分享 再跟大家介紹一下 它現在的產品究竟的方向是怎樣 如何幫助大家去拍影片 在開影片之前 記得按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有什麼意見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的 一起聊聊拍攝上的心得 又或者對器材有什麼意見 又或者你在拍攝或者拍攝的時候 有什麼難處 一起聊聊 可能我或者一些網友都會幫到你 所以下面一起聊聊 我們先說回今天的產品 其實ATOMOS先不說 而現在它們的新世代產品 其實由它以前很早期 不知道大家會否知道 在用Sony 例如用一些舊的無反相機 又或者是 甚至乎是FS5 它們要拍攝一些ProRes 又或者4K 最早說A7S 拍4K是要搭一隻外錄的螢幕 後期還有ProRes 4 我本身自己很早期很早期 就已經是用ProRes 4的人 當時是要FS5 然後要賣一個拉臣 然後再外接一個Less Logan 去錄那個Wall 所以一直以來 其實我都有用它的產品 近年它的角色定位 都有少許轉變 例如它在無反世界裡 除了以前HX要搭它做4K 之後例如Nikon Nikon可以搭它有ProRes 它有ProRes 4 然後到現在 不同的產品 它有不同的功能 相信大家都會問 到現在 有些機器又說內陸Wall 又說內陸ProRes 究竟它現在可以幫到大家些什麼 首先我自己第一點 就覺得很重要的 我自己因為作為不是一個玩家 我是一個做事的 很實際的 如果我們去做一些項目的時候 我們需要去懷疑 我自己拍一份 或者後製要多一份 即它要抄一份酒 它可以立即抄 又或者是可能 就是ProRes 4 擔心的 它擔心會否做不見的 你抄一份Segment給我 不如你這樣 加一套一套 拍完之後 拔掉Segment 那就多個備份 這件事 在我們行業裡 都是經常會看得到的 這件事就是 我們知道無鑑 即是按你的手機 即是你很厲害 你錄了 很厲害 你無論如何都不會炒 或者你是很安全 有些手機可以雙卡錄的 錄了 但你都可以跌卡 可以弄壞 可以忘記了 很多很多原因 大家總是想有些人 有些人真的受 我都聽過 有些朋友說 當然 不是我 我的朋友也不會說 誰 他試過有些裏 真的自己保持卡 然後 跌了一張卡 這個真的很嚴重 大家也知道 所以 現在他們裏 都會經常要求 要多加Etymos 即是無論是Ninja 或Sogun 多加一隻 錄完之後 可以抽一隻SSD 這個也是正常的 即是像我們這樣做 有人擔心 或者他要馬上抽到後製 他就會把SSD給我 然後直接錄下去 然後就抽走 這件事是幫助的 另外一件事 其實是螢幕 它有很多功能的螢幕 除了6G之外 還有很多功能 我們慢慢跟大家說一下 它的功能究竟現在進化到什麼程度 這次拿了一隻Sogun Connect 來示範 如果大家有Sogun Connect 就更新了 就可以變成最新的Sogun Ultra 所以這隻也是更新了 就變成跟Ultra一樣功能 大家會看到 它的螢幕其實都很大 7吋有2000Lit 絕對夠光 但如果大家插來無反相機的時候 留意 要關上Info的輸出 不然 錄鍵的時候 就會錄進去 所以要留意 無論你用什麼相機 或者是Sogun Connect 如果用了Info 錄進去 都會有Info 介面方面 即是DC SDI HDMI USB 的升級口 還有一個支援NDI 的內容 都會有 電池 其實也是很方便 大家都會用這隻 L電池 另外SSD 就是2.5吋 SSD 可以裝盒 或者用原裝 剛才提到NDI的接口 這個又要重新說一下 HDMI In-Out 就是Luke-Out 所以要插HDMI 就可以出來了 另外SDI 支援SDI 這個標準頭 另外一個闊電壓的DC頭 好嗎 雖然它有很多功能 但是大約有些重點的功能 按給大家看看 因為很多網上都有說到 但是有些重點功能 比較少人說 例如有些功能 可以幫助大家 一個新世代的拍攝 是完全不同的 但回歸最基本 就是 Format 可以拍到什麼 都蠻厲害的 只有X.265 都有幾個給你選擇 LQ MQ XQ PO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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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面都可以提升 搭配 POWEST 它的色盡會更加提高 以前的年代大家都用 SDI 因為它低的 Latency 另外如果現在拆無品相機或者一些攝影機 它用 HDMI 的話其實都沒有辦法解決 本身的介面是有 Latency 的問題 但其實 Etymos 都有相近的方法解決 聲音和TC Offset 的問題 所以它可以自動拆一條 3.5 線 就可以做一個調整 看看 HDMI 如何有 Latency 少許 它就可以做一個調整 其實說了這麼久 究竟這款新型號或者二日後的新型號 和以前的 Etymos 只能錄的螢幕 有什麼分別呢? 就是無線系統和 Cloud Surface 這件事的確是令到日後拍攝的 Workflow 可能大大改變 其實外國團隊已經開始利用這些技術去做一些拍攝 其實不只是 Live 因為 Live 很多時候 我就知道我們要即時拍攝 但是現在拍攝越來越多 這些情況需要不同的地方合拍 所以使用這些器材就可以幫到自己的 Workflow 亦可以和外國團隊一起合作 就像 Etymos 經常說的 就是可以利用到他們的 Connect 然後拍攝的時候立即使用 Network 上傳 然後 Editor 那邊已經在 Cloud 收到 例如你可以用 Etymos 的 Cloud 可以用 Firmio 其實不同的平台都可以支援一個 Cloud 的 Service 一邊拍一邊就上傳 然後製人員就可以即時應對做剪接 可以用最快速度去推出的影片給客戶看 除了 Etymos Cloud 或 Firmio 那些 其實 NDI 也是要留意一下的 因為現在 NDI 是一個新的 Live 或 Show 是一個新的制式 那是什麼呢? 它可以利用到 Network 線 例如 Lens 線 剛才看到有 Lens 的接口 或者 Wires 的接口 可以做到一些無線或有線的傳輸 連圖傳也不用用 直接用 Network 就可以做到 Video 傳輸 不同的型號有不同的支援格數 大家可以看看當時你用的器材是支援什麼 但是最主要是什麼可以幫助呢? 就是你不需要用陶寸 已經可以直接做到多 Gig 的傳送 Data 的傳送 變成完全改變了 以往我們以前的想法就是一定要加陶寸 除了 7 吋的 Stoken 系列 其實還有一個 5 吋的系列 我最常用的一個系列 大家都知道一直以來 Elon Ink Ultra 都是一個現在 可以說是市面上最高級別的螢幕 可以錄製 可以完成所有你想想的功能 它都放進去 另外它除了基本功能之外 其實它可以變成 Connect 因為它有一個 Connect 的配件 只要加了配件 已經可以完成剛才我所說的功能 例如是無線控制攤曲星 又或者是無線 NDI 有線 NDI 又或者是 Cloud 的 Service 其實它可以直接透過 Connect 可以加進去就可以做到 所以有興趣的朋友 都可以詳細去留意一下這些器材 令到自己拍攝更加先進了 如果大家最近有留意 Nikon Z63 的發布 大家會發現前面 在海報上 即是很大的海報 然後有不同的影片配件 為何這麼大顆 在前面有藍色一顆 那麼突出 是甚麼來的呢 為何它這麼重要 會在海報上出現呢 其實這顆 是一顆很有趣的東西 跟大家講解一下 那是甚麼來的呢 就是現在Nikon Z8 Z9 ZF 甚至現在的Z63 都支援藍牙的時刻 那是甚麼呢 只要用了 UltraSync 可以將幾部機 一起升同一個時刻 令到大家後製的時候 就更加容易 那是甚麼來的呢 例如 就像以前我們要打板 拿那個Pit 位 對齊幾部機 或者是我們 以前 即是三司 給一個Tonger 對齊一聲 然後幾部機 收場對齊一聲 之後 就可以對位更容易 又或者有些 用軟件的方式 它譬如 是File Card 裡面有一個Auto聲 可以整理一下幾條Track 它會自動幫你對齊一些聲 但是 這部 屬於一些舊有的方法 不是錯話 絕對不是錯 是可以這樣做的 但是 在現在的手段 某些產品 你可以 Phew 用一粒 然後 對齊所有藍牙 幾部機的 時間過程 完全一樣 這件事 我等待會兒都會跟大家說一下 甚至乎 會否 外面的屬於一型的屬於 name 環内置 也會有同一個功能 我也會跟大家試一試 這個功能讓大家看一下 那首先當然要在相機打開 一下時間碼 然後なく 看看 對齊一 apologise 讓它開一開 Italmos 這個藍牙的選項 在這裡按儲存 它就會看到你的相機的名字 然後在R7 Blue 搜尋相機 然後很快就會看到同一個名字 然後連接了它之後 它就可以完全適合同步的時間code 大家要留意 如果你有幾部相機上升的話 你就需要改回相機的名字 然後只要你把幾部相機完全升光之後 其實你用一顆就可以了 一顆就可以升光這麼多部相機 然後它們的時間code 就一樣 你放回去後製軟件的時候 就可以不用自己對打板和對聲同步了 希望今天的影片可以幫大家了解 多一點X模式的功能 以及它的產品的特點 我們不如有機會看看會不會ETELS 搞一些workshop 有興趣的話下面可以留言一起聊 因為其實 香港來說 如果你說工作的那一班 他們通常都很熟悉 但如果剛剛開始的 又或者剛剛開始拍片 又想進入拍片的職業世界的攝影師 其實現在的年代越來越多 硬照轉拍片 又或者剛剛入行就想進入拍片 他們未必是每一樣的器材都熟悉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 知道多一點 或者上一課 或者分享會 就不如下面留言 看看有沒有人有興趣 一起聊一下 看看會不會我們可以 遲些開一個分享會 或者一些班 看看可以跟大家去聊一下 究竟怎樣好好用 ETELS去幫助我們拍攝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